各位美国现在有一种流行病 还是大病 叫什么呀 叫中国恐惧症 歇斯底里症 中国的网友最近发现 美国的中情局CIA在网上公开招聘中国的间谍 说题目就是利用对习近平统治的不满 美国中情局加大招募中国人才的力度 好吧 中国的网友纷纷欢呼雀跃 又来了一批行走的50万 到底怎么回事吧 这事就很乐子 根据美国之轮的报道 中情局试图利用人们对习近平政权统治日益感到不满的情绪 加大力度招募中国公民作为线人 在其成功招募俄罗斯线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情报网络 感觉以前还招了一批俄罗斯的行走50万 这俄乌战场上怎么也没见有起色呢 作为美国顶级间谍机构的中情局 在10月2号星期三启动了新的网上招募行动 在其社交媒体的平台 推特脸书 还有Instagram电报 领英和暗网的账户上用普通话 波斯语和韩语发布了如何安全联系中情局的说明 盼能招募到中国伊朗和朝鲜的潜在的线人 中国有很多人能够获取信息 并且对习近平的政权感到不满 彭博社的报道援引了中情局副局长 戴维科恩接受采访时所说 说中国内部有人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 且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 他们从根本上不喜欢这个国家的方向 而这些人明白能够与中情局合作 他们可以帮助自己的国家 哎呀这是这个中情局的副局长 那位说这中情局的副局长怎么没有逻辑呢 那那中国间谍和美国合作 那咋帮助自己的国家呢 对对吧 他们都这样啊 美国上上线线 现在基本上都是这种疯的 没逻辑的都啊 中情局在YouTube上发布了一段中文的视频 提供了书面说明 建议个人使用可信的加密虚拟的专用网络 VPN或者是洋葱网络通过其官方网站与机构联系 是吧 这个中情局说 你的安全和福祉是我们的优先考虑 要求提供个人姓名所在地点 与真实身份无关的联系方式 这个以及该机构可能感兴趣的信息将评估收到的每条信息 但不保证都会做出回复 且回复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好吧 我相信可能CIA会收到大量的精神病的这种爆料 这些精神病等着呢 你知道吧 一位不具姓名的中情局的发言人表示 该机构在俄罗斯招募线人的努力获得了成功 我们也希望确保其他威权政权下的人们知道 我们是愿意进行合作的 他说呢 中情局正在做出调整 以适应日益严密的国家镇压和全球的监视 中情局最新对中国等地线人的招募行动 与其在俄罗斯的做法如出一辙 自从2022年莫斯科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全面战争以后 中情局就在其社交媒体账户上发布 如何通过暗网联系该机构的俄语说明 后续还发布了鼓励俄罗斯人自愿提供信息的相关视频 中情局在暗网上的推广 也是试图避开无所不在的监视 而这种监视呢 近年来阻碍了中情局的发展 说这个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些内幕的消息的来源 最近大幅度的减少了 中国是一个技术独裁的国家 有其严密的审查 不仅仅针对我们的官员 或者是在中国的西方人 科恩表示中情局正在努力加强招募那些离开中国的中国公民 包括通过冷战时期直接走进美国驻外大使馆的方式 该招募行动得到了全球越来越多的中情局中国问题专家的支持 这种转变也犹如美国在冷战期间培养苏联专家一般 我们正在使用同样的模式 确保我们部署有能力的官员 他们接受过语言和专业知识方面的培训 我们希望确保他们不总是呆在总部 而是在实地工作 美国与中国全面竞争 这还叫竞争是吧 双方的竞争范围涵盖所有的地区 从亚洲到非洲 拉丁美洲 北极和南极 这些官员还可以与友好的外国政府发展关系 帮助他们了解美国所认为来自北京的潜在威胁 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发言人刘鹏宇指控 美国对中国发动有组织有系统的虚假宣传的运动 他表示任何仕途离间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 削弱中国人民与共产党的紧密联系的企图 都注定遭到失败 对吧 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 在美国的情报界被称为是硬目标 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难以渗透 那中国的网友呢 有的就出来 有的就出来这个接底 说为什么现在美国中情局现在这么着急的招聘中国的间谍啊 那就是因为中国的间谍 老间谍都被那些中国网友给挖出来了 行走的五十万 基本上是枪毙的枪毙 是坐牢的坐牢 基本上没了 所以又要有一批新的韭菜了 对吧 那这新韭菜 我估计也很难吧 很难吧 这事是吧 现在中国的这些网友们火眼金睛啊 对吧 那个雪亮的复眼 好家伙啊 谁能跑出跑出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啊 很难招 很难招 那么美国这边呢 美国最近是疯了呀 这不是吗 有五名中国的留学生啊 就是因为在这个一个军事基地旁边露营了 拍了两张美军的这个在路上行驶的军车的照片 就被抓起来了 要指控他们是中国的间谍啊 好吧 我们来看看这个新闻 美国的联邦当局指控五名中国公民 对其夜访的密西根州一个偏远的军事基地一事 撒谎 并试图掩盖他们的行踪 当时有数千名军人聚集在该军事基地参加夏季演习 这五个人是密西根大学的学生 他们因为2023年8月在格雷林营发生的那起事故 那起事情而受到直接的指控 根据联邦法院提供的刑事诉讼 他们被控误导调查人员有关这次旅行的信息 并串谋清除手机上的照片 联邦调查局在10月1号提交的法庭文件中指出 曾有中国的大学生拍摄美国的重要国防基地照片的事情发生 没有透露这五名男子的下落 被告目前没有被羁押 如果他们遭到美国当局指控的话 将被逮捕 底特律的一位检察官表示 10月2号说 这五名男子今年春天从密西根大学毕业 他们参加了该大学与中国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个联合办学项目 也就是两年在中国两年在美国 2023年的夏天 犹他州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军事长 午后在湖边遇到这五个人 联邦调查局表示 其中一人说我们是媒体 然后他们收拾好行李 同意离开该地区 这些人在底特律以北200英里的格雷林营外 被发现的前一周 就已经在附近的一家汽车旅馆预定了房间 四个月后 其中一名男子在底特律机场 接受了边境官员的问询 之后前往韩国和中国 他告诉调查人员他和其他人曾经前往密西根北部 看流星 检查他的硬盘 发现了两张军车的照片 这些照片是与那位国民警卫队的军官 遭遇的同一天晚上拍摄的 好吧 你们明白什么事了吧 那就是因为这五个留学生在那个湖边露营看流星 然后呢 旁边有一个军事基地 然后呢 有一个那个军官开了个军车 在湖边路过 碰到这个学生露营了 一看是中国人的面孔 于是下来就问他们你们来干嘛了 这五名学生也就拍了那个军官 开的军车的照片 然后这就成了罪证了 这就成了这五个中国留学生是中国间谍的罪证了 美国的歇斯底里的恐惧中国的这种病 已经是病入了骨髓 病入了膏肓了 这是大病 各位啊 所以中国的这些华人们啊 在美国 你要小心了啊 你要小心了啊 好吧 由于啊 这个罪名呢 是太过于荒谬啊 是吧 然后呢 这个他们呢 倒是没有 这个被抓起来 是吧 这四名男子呢 这个 这个倒是 没事儿啊 没抓起来 他们现在出入美国的边境 除了要被盘问一番以外 也没有问题 就说明看了没有 所以中美两国现在这个气氛 他已经到这儿了 是吧 是吧 所以说 只有一场局部的战争 分出胜负以后 美国的这个病 才能好 点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聊吧 我先不过 我先不过 我先不过